那么关于欧洲的农业经济恢复的条件呢 西方的历史学家呢是把它局限在从自然条件上进行分析 所谓自然条件呢无非就是说人口有多少 他们研究的重点呢就是人口与土地的关系 说人口多了土地少了那就要爆发危机 或者说呢人口很少了劳动力不足了 粮食价格下降了那也要爆发危机 这样呢就把目的呢把研究的重点呢 是放在那个人与自然之严的关系上 我们在这里讲课我们的观点有所不同 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从农业制度上的问题啊 农业制度的问题上呢去找欧洲农业经济恢复的条件 刚才我们说呢要是一个经济发展呢 它实际上是三种关系比较重要 一种关系是人与自然的人 自然的关系 農民与土地的关系 第二种是人与工具的关系 生产力常常是一个农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那就是生产关系 所谓生产关系就是农业制度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农业经济恢复的条件呢 主要应该去思考农业在制度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啊这里面呢有几件事是很重要的 在农业制度的发展方面呢 它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变一些制度呢 变制度的目的有什么呢 这个变制度的目的就是提高农产品 就是增加农业生产的效力 那么欧洲恢复的动力之一呢 就是确立财产的所有权 这一点在很多经济学家的著作里都有所论述 比如说根据那个洛斯和托马斯的观点 他们认为只有财产所有权 被明确承认 对农业的投资才会增加 农业呢也就完全能够走向市场经济 所以呢可以按照财产所有的确立程度 来分析欧洲各国的农业 这个观点很重要 就是说假如你这个村子的里面的财产 它的所有权是不明确的 农民说土地是农民的 领主说土地是领主的 或者村舍说这个土地谁也不属于 只是属于我们的村舍的 那就是处于从财产所有权不明确的状态 那么假如这块财产不知道是谁的 就没有人肯为它投资 没有人肯为它新修水利 这样的情况下呢 农业只能进行粗放性的农业 除非你把这块地落实在某种明确的人的身上 也就是要把封建的财产变成真正的私有财产 那么这个变化呢 就是在黑死病以后产生的 它的标志就是土地可以买卖 当一块土地不能买卖的时候 那么那块土地实际上它就是产权不明确的 但当土地买卖普遍在欧洲兴起的时候 那就是说封建财产已经转变为人的私有财产 那种情况呢 会有效地提高人们对于土地的投资热情 第二 从自主上来说 除了产权的问题之外呢 最值得重视的呢 就是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的稳定性 以及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那么换言之呢 欧洲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呢 足以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发展生产力 提高农业技术 扩大耕地面积 靠工具效应来提高农业产量 那么这方面也做得不错 1350年到1600年间呢 在欧洲耕地面积有所扩大 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所改进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这方面的发展是有限的 另一个途径呢 就是解放生产力 就是改变农业制度 解放落后的农业 解放被落后的农业制度 所缩服了的生产力 换言之 就是释放农炉 把农炉改变为电农 那么所以呢 在那个土地制度崩溃以后呢 那么它就出现了农炉质崩溃 自有小农出现 租电盛行 还有呢 就是农产品双品化 农产品的双品化等等 那么这么一些呢 就叫农业制度的变化 而农业制度的变化呢 早被学者们意识到 它呢会提高农业生产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 欧洲农业制度 从制度方面说 它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呢 那么主要因为传统的农业制度呢 存在着五个毛病 五大逼病 第一就是农业 农录制 我们知道农录劳动呢 是带有一定强制性成分的劳动 不利于农业劳动者 与土地稳定的结合 它是强迫的 也不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所以农录制呢 使得农业劳动生产力 与土地结合 成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常常有农录 因为饥荒而逃离土地 它到城里 它到别的地方去 还有呢 就是留在土地上 农录的劳动积极性 也是很低下的 庄园制度和农录制度下 农业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 那时候养猪也养不大 一个牲口啊 只有像今天长的一半这么大 同时呢 通常要九个农民劳动 才能去养活一个城里人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解除这种压迫 解放农录 这样才能够导致两个后果 一个呢 导致农民和土地的稳定性的结合 一个呢 提高劳动的 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你假如把农录制度 把那块土地租给农民 农民就认为这块土地是我的 如果土地是我的 他就不会离开 但是你说 你现在是庄园制度 你是个农奴 那农奴心里就觉得 这块地不是我的 而且他还要为 强迫性的为 领主的土地进行冒动 他很可能就逃亡 所以呢 废图农录制 这个做法呢 是势在所必 第二个情况 叫做庄园制度 庄园制度也是生产效率极低的东西 因为庄园制度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产权是不明确的 而产权不明确 就没人来投资 甚至没人来管理 没人来新修水利 也没有人来进行科学上的发明 我们知道科技发明和财产奖励 它要到16世纪才真正兴起 而土地所有权 一定要等庄园制度完全瓦解 才能真正明确 那么在庄园制度下 领主就认为土地是领主的 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属于自己的 而农村公社 乡村的管理委员会也认为 土地应该归乡村社所有 结果大家得只有 农民具有的是使用权 收税权 管理权 而根本没有真正落实到 土地的所有权 也没有愿意能进行 认真考虑过进行土地投资 土地也不能买卖 因为产权不明确 没法买卖 没法转乱 那么这种情况呢 说明它压抑了农村的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必须废除庄园制度 才能进一步解放农村的劳动力 解放被压抑的生产力 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呢 也是这种毛病 叫做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 为什么我们看到 欧洲的度量横啊 都比中国要大 我们中国是一里路 是五百米 他们一英里就很大 我们说一某地 他说一英某 我们说一公里 然后来兴起公里 它是一英里 为什么度量横都很大呢 是因为在欧洲的中世纪啊 它搞的是粗放型的农业 你给它几十某的地 根本养不过一个人 因为产量很低 一粒种子只能受三粒种子 你给它一某地 肯定要二十 你只有给它一大片地 那么这种情况 中国完全不同 因为中国的农业是 那个金根细做 在很小一块木 很小的一块 那个田地里呢 就能养活一家人口 因为它是产量很高 那么那样一种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呢 它要动用几乎所有的农民来种地 产量却低下 那怎么办 主要是没人认真管理 没有人愿意生根细做 那怎么办呢 就把那样一种庄业制度 改为租电制度 这就使得农民感到 我是为我自己种田 那很自然就带来了 农业的生根细做 提高了农业产量 也会出现许多剩余的农业劳动力 这两种情况呢 后来在欧洲则出现 第四个情况 第四个情况呢 就是自然经济 而不是市场经济 当一个农业处在自然经济的情况下呢 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自己消费 你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欧洲的农业在黑子病前后 基本上就是自然经济 农民呢 虽然为了交纳周税呢 用货币地主呢 也需要兑换一些货币 但是因为农产品 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双品 大部分农民呢 都是自己生产 自己消费 所以呢 只有市场经济 对农民的剥夺 而没有市场经济 对农业的鼓励 所以生产双品粮呢 就需要对农业进行大量的投资 和对农村进行大面积的改造 对当时的欧洲来说呢 还没有成为现实 正因为农路制度 使得劳动力和土地结合的不稳定 庄园制使得产权不明确 市场经济对农业呢 是害多于利 所以对欧洲农业生产发展十分不利 反之呢 就则有可能呢 产生出明显的效应 所以中国相比呢 封建时代的中国 劳动力土地的结合的稳定性 农民的积极性 还有农民和国家对农业投资的重视 还有农产品的双品化程度 都明显的要超过欧洲 这就是说为什么中世纪的农业在中国能够发展得很好 而在欧洲呢 却出现粗放式的农业自然经济 第五个情况 也是欧洲农业的一个必定 就是欧洲具有一些有利因素 比如人口又有土地资源矛盾的相对缓和 一般来说和中国相比 它的人口与土地之比呢 它是一个人中的土地很多 而不像中国人口发展很多 土地却缺少 中国相比它是有利的 还有呢 政府行政官僚和军事方面的花费交少 国王诸侯行政开支 主要是来自于自己的产业收入 自己的庄园收入 领主呢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如果要改造农业制度 并没有来自于许多限制 这说明呢 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方式呢 是相当落后的 但是还是具有改变农业制度的潜力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知道 中世纪欧洲的发展呢 它实际上呢 是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可能性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第四个问题 就是庄园制度的解体 欧洲的庄园制度啊 它的瓦解啊 常常被人当作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或者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 来加以认输 其实呢 庄园制的真正瓦解的原因 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1350年到1500年间呢 欧洲的庄园制度走向瓦解 黑死病以后 人口锐减和经济大萧条 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 就是扩大了各地劳动力价格的差异 这个地方 劳动力的价格是不同的 在城市 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市场调节的 那么人口减少就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 另外城市的劳动力价格 是由立法明确保障的 人们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机会 生活也叫农村更为安定 但是在农村呢 市场调节的原则只有间接的影响 因此各地之间的地区的劳动力的 价格的差异很大 农民自然向劳动力价格高的地方走 那么农民就向城市移民 或者是从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 向劳动力价格较高的地区进行移民 这种移民不仅加剧了劳动力不足 同时呢 也迫使林族要想一些办法来挽留住农民 比如在德国某些地区 尤其是德国西部的地区呢 那个林族呢就把土地包给了农民 或者包给了村舍 或者就把庄园解体了 把它变成一种租电性质的农村 这就导致了林族庄园制度的瓦解 所以林族是欧洲普遍产生于 全部德国的一个制度 但是后来呢 由于农业经济的劳动价格的 那个出现了差异呢 却导致了庄园制度瓦解 那么那个庄园制度瓦解以后 又怎么办呢 那么就像株地质的转变 在货币制经济的刺激下 有一部分林族啊 认为变庄园制的直接经营 为株地质的间接经营 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如果你这么做呢 林族师父可以受到两项 有益的镜像 两个益处 第一是把农奴的劳役 结合成货币 你可以从中牟利 第二你把土地出租 你可以得到地租 无论是那个货币地租也好 还有那个地租也好呢 你这是货币的支付 那么你就不用去管乡村了 但是你可以收租 管理也方便了 那么在黑子变以后 这种变直接经营 为间接接营的过程呢 就有了迫切性 什么东西出使了迫切性呢 就是农奴要逃亡 那么就出使了林族 把庄园解散 把庄园的土地变成 租给农民的租地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使得劳动力价格的高涨 那么就导致了庄园的瓦解 那么我们看到 从庄园制向租电的转变呢 这一个过程呢 我们有五件事情是必须记住的 哪五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是土地资源 从封建财产 转变成为真正的市场 租电制呢 它是一种市场 庄园制呢 它是一种封建财产 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它的这个转变以后呢 产权就明确了 你比如英国来说 在1646年废除了封建地产权力 国王放弃了全国地主的地位 国王本来说 他是全国最高的地主 这个地位他放弃了 他让土地的实际拥有者 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地主 也就是领主变成地主了 庄园变成租地了 那么英国颁布的法令呢 承认长子继承权 家庭不再分散了 财产更加集中了 假如你说一家家庭的地产 分给所有的子女 那么那个财产就要分散 那么为了确立 为了不让那个财产分散呢 就确立了长子继承权 这次的土地的使用者 和所有者 都关心土地的质量问题 对于地主来说 土地肥沃 意味着可以增加收成 收成的增加 意味着可以征收地租 对农民来说 土地肥沃意味着可以提高产量 和增加收入 显然这有利于对土地增加投资 并有利于水利农田改造 显然呢 这有利于那个农业生产 所以从庄园制 像租地制的转变呢 就从产权方面来说 它会增进效益 第二 废除了农奴制 地主呢 林主呢变成了地主 农奴呢变成了农民 或者电农 这使得土地的耕种者 获得一种自由 从而解放了劳动力 提高了 劳动者的积极性 在英国 比如说 16世纪的农奴制 已经瓦解了 在法国呢 那个农村呢 自百年战争以后呢 就逐步开始废土农奴制 由于劳动力不足 一些林主只能出租土地 另一些林主 因为债务而出卖土地 而有一些富裕的农民呢 自己成了买主 在16世纪 法国的土地呢 有三十分之一 掌握在农民手里 有二十分之一的农民 仍然是农奴 但大部分的农民 要么就是自根农 要么就是租地农民 那些租地农民啊 向地主交纳 一定的食物地主 或者货币地主 在西班牙的情况 却比较复杂 在1480年 有国王呢 就颁布了一个法令 在卡斯蒂利亚 解放农奴 允许他们出卖自己的分地 但需要向领主呢 支付封建税 并服从领主的司法管理 许多被解放的农奴呢 只有小块土地 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但是当时的玉米的价格比较高 但政府制定限价政策 并从外国进口粮食 这也很不利于农业生产者 西班牙农民呢 还受到一些公司的压迫 有一些贵族呢 开了一些公司 他垄断了养养业 那么农民呢 受到领主的压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产生了一些农民的 农民的起义 那么农奴的解放 意义是非常大的 农奴获得了身份上的自由 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 结婚到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不需要再针对领主的同意 也不必再无偿地为领主干活 那么获得自由的农奴 和自由的农民 他们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 因为获得自由的农奴呢 仍然要向领主专纳一笔 代替农奴劳动的封建税 而且在死后呢 那个被解放了的农奴呢 他们的继承人需要 付一笔承租费 才能继续使用土地和房屋 其他的居民是 电农和自由农民 他们可以自由流动 很少有强制性的劳动 不必交纳封建税 这样呢就引出了两项 新的不合理的剥削 意思是所有的土地 全部由农民来经营 领主不再进行生产的投资 那么对农业的投资 主要归农民 二是乡村建设 如修道路啊 进行农田改造啊 包括领主所需要的一些 家庭性的劳益啊 它还是需要有全体农民 来进行无偿的承担 那么此外呢 农民必须使用 领主的魔方 领主的抓酒的场所 并去支付费用 在一个乡村中呢 只有少数完全自由的农民 能够有一定的反对领主的 法律上的权利 其他人呢 还是需要服从领主制定的 各种规矩